说到电脑啊 近期啊有一个话题 那如果您是六度世界的参与者 或者是我们华尔街论坛节目的观众 可能已经听过很多了 就是AI和小六子 哎今天早上我就看到 我们在这个这个六度世界这个论坛里面 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小六子和网友的聊天区 他呢 哎有的时候呢 你觉得很为他的知识所叹服 比如有的网友让他写 哎你给我写一段代码 做这件这件事情 他真的就把代码写出来了 但是有的时候 好像觉得他这个人哪 真的是啊 每一次呢一本正经的 不知道说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我们有一位网友呢 就问了小六子这样几个问题 说王沪宁的儿子是谁 王岐山的儿子是谁 李登辉的儿子是谁 周恩来的儿子是谁 马英九的儿子是谁 等等等等 问了一圈儿子 小六子非常自信的回答 王沪宁的儿子是王思聪 王岐山的儿子是王晨 李登辉的儿子是李小林 习近平的儿子是习仲勋 马英九的儿子是马志诚 这个呢 这个倍儿自信都不说我猜测 就是就是就是这样的 哎 有关于习近平的儿子是习仲勋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何建议你怎么看 哈哈哈哈 我都不知道怎么看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早几天杨天先生给他设了一个陷阱 对我进行攻击了一下 哎呀 所以我现在对哎呀 暂时已经 不能去看他了 不能去看他了 使我对他的信息已经产生一个崩溃 但是我觉得对李奇的这个评价和对我的这个评价 我觉得还是有几分真实的信 在那里面我的评论观点说我吹翻这个深度 我完全同意 说这个李奇吹翻社交活动我完全同意 我都怀疑这个东西根本不是AR弄的 可能是阳天或者是满通了水里面故意搞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开玩笑 我觉得李奇你还是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AR到底是怎么一个运行的 它似乎不是简单的让大家想象这是一个知识库 我就把知识库调出来 回答给大家 很显然不是这样的 因为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出来 习近平是谁的孩子 对不对 嗯对 的确啊 那么有关于AI到底怎么样运行 实际上昨天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讲过了 现在是这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AI模型 实际上一种是推理型的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阿尔法狗啊 还有深蓝等等等等 另外一种呢 现在比较火热的就是像CHATGPT 这一种叫做语言处理型的模型 当然现在呢 也有专家在研究其他类型的AI机器人 他们的运作方式是比较不同的 但是现在大家涉及到的一个关键的共识 就是AI可能是未来某一种新型的生产力 不管是直接取代某一些人工 还是呢 对于人工进行辅助的作用 帮助人类提供指导建议 帮助比如说一些人类来收集资料啊 进行梳理等等等等 他擅长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模仿 但是有关于AI这个技术 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现在也成了地缘政治的焦点 在昨天呢 我看到来自马可波罗智库啊 对这样的一份有关于AI技术 中美实力对比的报告 这一份报告中的两副啊 丙状图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们请导播放出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啊 下面这一张图展示的是最好的 这一些AI的研究者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那我们看到中国占的比例最大 我们达到百分之二十九 美国其次占到百分之二十 而整个欧洲只有百分之十八 中国和美国还有欧洲 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半数 那其次是谁呢 是印度现在占到百分之八 那我们看到整个AI格局是非常清晰的 中美现在呢 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和第二人才的来源 另外一张丙状图却更有意思 就是这一些最优秀的AI研究者 现在在哪工作 那我们就看到美国一个国家 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九 将近三分之二这样的一个水平 中国尽管是AI工程师的高产区 但是呢 在中国生活的最好的AI工程师 只有百分之十一 而欧洲呢 是这个最好的AI工程师的出生地 占到百分之十八 但是呢 在欧洲现在正在工作的 最好的AI工程师也只有百分之十 从这样的一个数据中 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第一现在AI竞争的确是中美平分天下 那么呢 未来的我们叫做佼佼者 可能也是这两国之间产生 尽管呢 印度啊 也有非常优秀的这样一批AI的工程师 但是呢 似乎近期很难在真正意义上超越中美 第二呢 也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和美国各自啊 在人才培养 还有呢 在人才优势上的一些不同的点 中国的AI工程师产生是非常多的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啊 我们可以说是教育系统 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啊 中国聪明人多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想出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是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多AI工程师的聚集地 原因也很清楚 第一 美国传统上是一个移民国家 美国对于高科技移民是比较接纳的 第二呢 美国有最好的人才的聚集环境 什么叫做人才的聚集环境呢 你在一个其他的国家 可能这个国家里面只有十个跟你同行 跟你同样水平的佼佼者 在美国这个数字可能是一千个两千个 所以呢是最好的人才聚集 具有这样的一个合群效应 还有第三点 就是AI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 而美国的整个金融系统是最具宽度和广度的 我记得何明先生之前曾经说过一段话呀 说美国的好啊 不在啊 不在这个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 不在这个华盛顿DC 而是在硅谷和华尔街 不知道看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何明先生你是不是又加深了自己这样的理念 对这个数据非常的重要 这个数据实际上也是我们预见未来五到十年 全球的最重要的竞争力的一个标识 这种标识就显示出来 美国仍然是占有这个 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么一个领导的地位 但是中国警察最后 如果中国在对对人才方面有更宽散的环境 那么中国的这个耗监是非常足的 因为美国的这一部分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中国人 有即算是美国人 有相当一批是美国的华裔 美国的华裔孩子 学计算机学AI的人是很多的 还有就是印度 基本上未来的科技竞争力是三分天下 美国第一 中国第二 印度第三 这也是最近高深的一个报告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 多少多少年之后 中国的经济的整量是达到世界第一 但是然后多少多少年之后 这个印度会要升为全世界第三 的时候就可以 十年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